這麼多對象穿哪一對? 當然是這對粉紅碎閃高筋鞋 套套也好, 那我戴哪一套 現在是初賽, 選得適合心水 再來個決賽, 精挑細算 你就好了, 終於可以讀幫一面 別忘了, 我當了O姐八年的助手 才頂到今天的機會 機會把握得好, 一次就夠了 說不定GoGo姐 是O姐一手再回的接班人 這個世界沒有懷財不育, 你們先等一會 思思, 我真的可以在這裡 隨便選擇去上海嗎? 當然, 她可以, 你怎會不可以? 阿蕃, 你有份去上海嗎?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不是吧? GoGo代表O姐 自然要一個助手做阿四 那倒是 阿蕃, 你聽著 是呀, 接著上海這個機會很難得 你要好好地學習 不要失禮, 我… 你放心吧 我知道這次的機會很難得 所以我會讓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要證明給別人看 我不會叛徒而揮的 媳婦就是媳婦 多不適合都堅持機會給你 始終是姓哥, 還是自己人 真的嗎? 不知道O姐有沒有女兒 好了…O姐叫我看你們倆 這次去上海 你們準備五套晚裝 十套衣服, 十雙鞋子 不要撞款撞色 選完之後, 讓我看看 慢著 O姐, 你現在有八號樹齡 分下妝, 行後博 這次我們三個才行部隊 全部由我負責任, 明白嗎? 不, O姐跟我說的 是由我負責任, 你幫我忙 Iris, 你的衣服很漂亮 我可不可以選擇嗎? 可以, 不過我已經選擇了 選擇吧 可以了, 知道O姐那些穿過的 就讓她穿吧, 保證她是CopyCare 小姐, 你今晚不用士包房嗎? 不, 我要好好準備 上海時裝展的資料和備忘 有時間做的 你往年自己親自去參展 也沒那麼辛苦, 又不用備忘? 我親自去當然不用做備忘 不過我這次不去 我怕沒有人會指點他們 還沒出上海機場 就會重複到原機回家 Coco和阿蚊都不是聰明之人 不過幸好思思海, 我也沒那麼擔心 你對Coco的補償也算情志義盡 這二十幾年來, 公書教學不僅 還勞心勞力地給她一份工作 扶上她的位置 Coco的確不是聰明之人 不過幸好她也聽話聽搞 也不只是說補償她 我也欣賞她對我多忠心 武功也一路 少奶, 這次頂心慘 就夠武功沒路了, 你也再陪她 我明白了 你一定是趁她夫妻冷戰 分開她們 這麼喜歡冷戰就先分開一下 我都知道你用心良苦的 你想她們冷靜一下 反省一下才會珍惜對方 我又不明白了 你為了她們倆給她的時裝會來靠飛 當然不會, 如果我的估計沒錯 公司很快就會發展國內的市場 到時幾個主編就會爭奔頭 所以現在我要逼手下 進化去熟習國內的市場 國內的文化和資料 放手放腳讓她們做 我就在背後操腫 這次的時裝展不是打仗 接下來有很多場硬仗要打 我就養精蓄銳, 好好部署作戰 這間房間還不錯, 廁所也站在 想不到上位的酒店 為何要休息這麼長 新年一份站, 可以嗎? 行 謝謝… 謝謝, 再見 再見… 麻煩你聰明一點 對了, 我的行李你幫我放在這裡 你剛才不叫Belboy幫你? 我剛剛才想到, 行不行? 行 事先知道, 雖然我睡在窗口 但我很聰明 麻煩你去廁所時小聲小聲 你又不只一個一個房間? 你以為我不想的? 那工作比較方便 這裡有沒有聯繫空間? 行不行? 拿紙筆出來 幹甚麼? 記得我要你做些甚麼, 不用做嗎? 好, 準備 首先發電郵到香港 告訴同事我們住哪間酒店和房間號碼 然後檢查一下究竟有哪個設計員 和名人留下他們的酒店和聯絡電話 還有這幾天我們用的開支發票 記得留下了 還有就是… 沒想到, 肚子餓, 吃點東西, 吃完東西告訴你 走吧 麻煩, 這裡的餃子很有名 牛肉餃, 三鮮餃和三菇餃 不信的, 你們儘管嘗嘗 我真的要嘗嘗 別人叫你穿甚麼衣服就穿甚麼衣服 吃甚麼就吃甚麼 給人家一點角色看 麻煩你, 給我一個單單嗎? 好的, 謝謝 真好吃, 可可嘗嘗 算了吧, 人家這麼喜歡吵氣 就任由他吧, 不吵好像會死 阿希, 我當然想念你 你呢?你有沒有想念我? 對了…我很快就會回來 到時我和你逛街看電影吃飯好嗎? 好嗎? 再見 喂? 你猜猜你是誰? 阿嵐, 你以為我不認得你的聲音嗎? 阿嵐, 你別這麼急 我跟你說過, 我很快就回來了 到時我們每日晚都對著著著著著 嗯…好吧… 我不跟你說這麼久了 喂…不會很熱誦 怪了 好的 再見 你們倆怎麼看到? 電話在這裡一個又一個 可以給我吃一頓安安樂樂的飯嗎? 電話是用來通訊的 有人不接你才有人找你 你的兒子真是很接你 最好有人打電話, 接著一個 不過真是動作自己 這就是公眾場所 還有你 你不接你老公的電話就關機了 很驚訝 關… 好, 大靈, 是我 真是好玩 我看見你, 有沒有人找你 有沒有家人找你 無謂浪費電話費, 孤獨精 小小, 別玩了, 可可真是孤兒 你現在沒話好說嗎 不說話, 沒人說你啞的 哥哥 他真的沒人摸物嗎? 早知道不玩這麼大 糟了, 口快說了出來 今晚有時候要守 我又去年打貝 我看見你了 你不敢想安靜 你不敢做那些 我來說, 你不敢不敢做 你不敢說這也是